一頭繡髮及腰身材高挑 外型亮眼的25歲女子 遭台中行大查獲 以假避傷名義詐騙 至少134人 更是服飾店的老闆娘 服飾店 警方發現她坐擁一間 位於南投埔里的透天別墅 及七期電梯豪宅 屋內櫃子擺放 向奈兒高架名牌包 女子出入還開雙B車代步 警方更透露 即便她也擁有高顏值容貌 仍豪宅百萬 到醫美診所保養 身邊圍繞眾多追求者 事實上她透過 投資虛擬貨幣等話術 又騙被害人投資 交易後會提起被害人 自己只是虛擬通貨的避傷 投資需要小心人與 營造三億第三人之形象 咖啡廳角落 女子以避傷身份 與被害人面交簽下合約書 事後用通訊軟體 告訴對方虛擬貨幣 等同於有價值的現金 如果轉幣看清楚才能轉 不然轉出去就沒了 看似溫馨提醒 警方說就是以此方式 取信被害人 被害人已遭詐騙集團洗腦 其提供是錢包 實質上為詐欺集團所掌控 陳顯則從詐團轉介 至被害人賺取高於市價 之買賣幣價差 警方表示集團成員共五男三女 年齡約25到30歲 他們涉嫌慫恨對方投資虛擬貨幣 其中相信女子最慘 受騙高達1822萬元 至少134人受害損失金額高達1.8億元 甚至有被害人懷抱發財夢 房子都拿去抵押 而8名嫌犯全數交曝 三連熊王子與陳一姐 台中